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愿者 你们跋山涉水来到巅峰谷 竟然能找到这里 索求何物 大山神 求你医治我弟弟的双腿 看得出你一片赤肠之心 那你呢 有何求 我没有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医治我弟弟的双腿 哦 对了 还有件事情 请大山神大发慈悲 拯救天下百姓 为天下百姓 是的 大山神 现在天下异禀横行 而且蔓延得很快 已经危及到了好几个城镇 百姓们苦不开言 请大山神大发慈悲 拯救苍生 这么多前来求愿的 你是唯一一个为天下百姓而求愿的 请大山神大发慈悲 拯救苍生 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但只能实现一个 是救治你弟弟的双腿 还是清除天下的异病 需要你在二者之中做出选择 有人见尘埃 有人见山海 求愿者 你只有一次机会 清除异病 请大山神大发慈悲 拯救苍生 好 我已将神力注入此局 他可以帮你完成心愿 为什么 为什么连你也要抛弃我 弟弟 你走开 你骗我 你们都骗我 弟弟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所有人 你做什么事 乔 我恨你 他的愿气竟然让他从忍变成了药 你为什么骗我 我没有骗你 你知道吗 我恨命运不公 他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了你 每当我看到你的脸 我就无比延误我自己 我们是双生子 命运如此不同 为什么 不是的 十年前你就不应该救我 我就应该死在那个山上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 你知道我多想称为你吗 弟弟 我不是你弟弟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虚情巧义 一切都是不值得 既然命运对我如此不公 我便要扭转乾坤改变命运 我要你们忘记这里的一切 什么仙山神岛 什么神兽锐灵 从今天开始 我便是你们唯一的神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这就是真相 齐无极至死也没明白 齐无双为什么会变成药 齐无双至今也没明白 齐无极的量苦用心 原来这就是齐无双 一直无法释怀的怨念 只有真正解开他心中怨念 才能彻底消除 巅峰谷的罪恶之缘